朗拿丁奴的專輯還未完 我的資料搜集就做到歐聯那邊 即將會講歐聯篇 原來我發覺朗拿丁奴打歐聯才是整件事的氣獄 而且我看他們對著車路士和AC米蘭的幾次縮敵對碰 才是連續劇的氣獄 大家留意一下 不過始終因為星期六日有很多歐洲賽事 所以我都必須要講賽後評 所以就沒有時間做朗拿丁奴的特輯 將會順延去周中那裏做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今天先講車路士作客白禮頓的比賽 他們用了三四三有三個進攻點 但是進攻點的裏面 就包括了包舒艾依 兩分鐘的時間 夏薩特有靈感轉身向前推 就給到個球包舒艾依 其實根本這一刻 包舒艾依就很應該做個支點 第一時間打橫給殺上去的夏薩特 這樣的話才是最靜路的 才可以用到自己的組織方法 令到夏薩特有即時的機會 但是他竟然之間把球帶回到死位那裏 然後又要重新來過 又要變回 這個是摩西斯右邊強行突破 再明買明賣 幸好明買明賣的時候 對方的守衛犯錯 把球撞回給夏薩特 夏薩特也需要立刻有靈感用到技術 過對手再射球 也要再憑借著他的射術才可以入到這球 雖然到最後都入到 但是其實一波三折 包舒艾依的行為是增加了組織上面的難度 如果不是有靈感男神的夏薩特 根本這球是未必能入到的 而且是靠對手犯錯 即是自己都要有運氣才行 百里頓沒辦法 這麼早就落後了 就要空球再腳試試進攻 誰知道就被簡迪高威壓迫成功搶回頭 這樣就出現幾次第一時間的傳送 成為一個是中短期的進攻 夏薩特第一時間後腳把球給了包舒艾依 來到這一刻你會說 咦?這次包舒艾依真是後腳第一時間 給了韋利安殺上去 形成了支點構成了這個入球 不過我傾向是認為這一下 其實他是見到夏薩特用後腳 那他才立刻跟著用的 那如果不是有人做了先 他就未必懂得跟著做的了 下次他也未必會再能夠做到出來 其實張伯倫都是這一種人來的 我記得利物浦在抓總盃對著愛華頓的賽事 張伯倫也都是有一次在中圈那裡 看到拉爛爛用後腳把球給到他 他又有樣學樣再用後腳把球給到後面 那其實那一刻張伯倫根本應該要向前推 而不是把球交到後面 所以其實那一刻張伯倫是交失了球 那這個情況也都好像這次包書阿姨那樣的 雖然聽下去 你可能會覺得我這個看法是沒有什麼事實根據 是猜測來的 不過我真的見過很多初初學踢球的人 是這樣的 而且根據包書阿姨過往的實力來看 我有理由相信他做到 只不過真的因為這樣的 而這次和張伯倫那次唯一的分別就是包書阿姨 就好運過張伯倫很多 這麼巧巧他這樣做又適合這個情況 那就糟了 原來包書阿姨真是很有運氣的 莫非真是如我所說 他是乾地的行運星? 那就沒辦法了 不用指望他可以走了 其實餘下落來的比賽來看 他的表現是很壞參半的 有時候是配合到 但有時候是配合不到 還有很多時候是失了球 不過我都需要在這裏 在戰術上邊說句公道的說話 今天是用了3-4-3有3個進攻點 你有3個人去配合 就可以做到這些你一時間撞來撞去的中短期進攻 理論上今天當然就是用對戰術 又要賺一賺乾地 不過我就不知道下一場賽事可不可以再賺他 今天車路士太過早領先 之後不斷都可以打反擊 對他們都很輕鬆 去到下半場夏沙特 很冷靜地反擊再得手 最後就摩西斯 4-0 不過整場比賽 車路士的防守其實是有些問題的 逃過了兩次疑似的12馬之餘 有很多次高波都頂輸了 對手有次還要頂中條柱 還有臨臨種種的後防線失誤 所以如果今天不是這麼早領先的話 其實要搞定對手都不容易的 總括而言 白禮頓今季的表現 看來其實都是OK的 但是只不過是今天的運氣真是一般 這對球其實有拼勁 踢得很高速的 只不過就是每一次對著強隊都很早落後 可能還差一點經驗 多謝大家收聽這條片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片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大家想鼓勵小弟也可以看我的片之前 如果Youtube插了一個廣告進去的話 你全部播放就OK了 可以的話也可以分享給朋友聽一下 好了下條片我們再見 拜拜